慈濟教育置業的好消息 慈濟科技大學醫務管理系大四的同學 第一次參加健康管理室的證照考試 入取率高達9成6 慈濟科技大學醫管系學生 正在情境模擬教室 學習未來可能遇到的工作模式 因為今天避換來了嘛 那我們就是要準備避病 慈各大醫務管理系 首次鼓勵學生參與健康管理室證照考試 通過率高達96% 校方也跟著社會需求 將系上學習方向擴展至健康照護領域 那未來呢 學生如果選擇在健康管理的產業工作的話 那健康管理室也是他一個必備的基礎 那也是他在專業上的一個表現 我們學了這一科 我們就會自己知道 在為了我們要怎麼去保養我們這個身體 然後在做我們的職場做一個結合 看重學用核醫 第一學校鼓勵同學在求學時代 把握考取專業證照的機會 增加就業競爭力 以前可能就只是比較侷限說 就只是身體上的健康 其實健康我們在WHO那邊 有定義說是身心靈跟社會的 所以我們就除了身體上的之外呢 我們對於心靈跟社會也要有很大的重視 教育學生提升職場視野 也透過證照考試的推動 讓學生專業能力更值得被信任 大愛新聞 趙又瑩 劉洪志 花蓮報導 我們要到 我們要到